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怎么个人从紫微上去理解我们可能人生的路径 当然很多人想说真的那么准吗 紫微星象然后什么八字这些东西我不信了 可是我是个人觉得这种流传已久的事情 必定有它的出发点以及它一定可以参考性 所以我们呢不要说这个报的成见去看 就说像这个命盘这些事情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大根老师来告诉我们 怎么从紫微上面去看穿很多事情 大根老师您好 阮仁大哥好 现场粉丝大家好 您研究紫微很久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知道应该有30年时间了对对对差不多 好那您觉得紫微的依据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讲说他这些东西我不信 那我们就讲出一套让大家可以这个幸福的理解的 这种紫微有没有一个理论的基础 紫微走速基本上它背后的基础当然是易经 那易经讲的是古人他在讨论那个整个环境的变化 那个所谓环境变化就是太阳升起落下啦 世纪啦这样子 那古代是农业社会他世界变化就影响农耕状况 农耕状况就影响国运 你收的不好就准备国家要出问题 那再搭配上中医的理论来讨论个人 那你什么样子的人在什么样环境里面 那会得到什么样变化 他还搭配中医啊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想想看 如果有一个人我们都知道说寒流 那每年什么时候会有寒流来 那如果你家里有一个人老人家90几岁肺不好 他住在高山上 然后他经济环境状况又不好 那他这个冬天是不是就要注意 所以其实所谓的命理学 它是一个推论的逻辑 有各种条件组合之下之后 他会得到一个结论 很像是在我们在推论气象 或是医学 譬如说那个像 或是渔车各种天灾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会把气象当成是科学 会把医学当成是科学 那是因为在近代的过程中间 我们有逐步的用一些比较逻辑的学理 然后排除掉一些迷信的部分 还有一些仪器 还有一些仪器去检验 对就好像医生看到我一定都说 你这可能有脂肪肝 对你可能再过多久你要糖尿病 对不对他也在预测我的生命 他还没有用仪器 他只是看你不用 是因为你的体型的关系 仪器的功能只是帮我们排除掉人的不理性 所以其实指挥斗数也是如此 对他会给你一张命盘 然后让你知道说 你这个人主要组成结构是什么 然后你出生之后 你可能未来会碰到什么事情 那我们就可以推论出 你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远古时代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仪器 或是说科技去预测未来 比如说你说 现在台风为什么能预测 那因为有卫星云图 对对对对对 那以前没有卫星云图 那他还是要预测啊 对对 所以就观天象 对对对 那因为人都想要知道未来 都想要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 对对 因为这都是不可知的 所以说呢 就会想推测 就想预测 对对 所以就出来了像 我们总讲的命理学这些事情 对对对 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我想这种命理学 经过数千年的考验 一定有他意的依据 对对对 比如说指挥的依据 你刚刚讲到疫经 甚至他可以依据中医的角度 对对对对 那从疫经的方面 我们怎么来理解指挥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疫经其实是最早人 他们在讨论整个环境变化的状况 对 那环境变化一定是有 有周而复失 那你会知道说他现在 大概到什么阶段 那大概变成什么样子 那但比较复杂一点是说 你不需要讨论人在这中间的角度 像我们常常讲说 那天下何久必分分久必乱 对那如果你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 你刚好在天下何久必分的时候 你可能就无疆了 如果你是一个刚好处在于天下分久必合的人 那你可能就底皮流氓了 对不对 所以他是用这样子的交错去比对出 你可能会走上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等于说同样的人 同样的能力可能大环境不同 对他就不一样 他就有不同的这个角色定位 没错 比如说你讲说 这个刘邦 如果不是出现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候 也许他就是只是大人 对他就是个一道大哥 对对对对 带来小兄弟那个庭长不要干了 对对对对 对他就是这样子 OKOK好 所以这也很有道理 就是说这个人其实脱离不了这种宏观大环境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其实地球非常纷扰 对对 比如说从2020年开始有疫情 对对 然后呢 到这个其实地缘政治的风险 对对对对 然后呢原物料价格的高涨 乃至于到今年 你可以看一开年这个股市就大跌了 对那这一些一连串的纷扰 从疫经上面 从指挥抖数上面 是不是可以看出一个脉络呢 其实我常被人家问到说 我们怎么从 因为指挥抖数听起来好像是算个人的命 对 那实际上我自己每年会开大型的趋势预测 就是我每年开春的时候就会 我们做公益的 就是说那个这个收入我们都拿去捐 然后会这样讲说今年股市到哪边 那其实我们2021年的那个预测就有讲说台股 会在2021年在1万8到1万5之间跳动 嗯 他也不会到1万旧 然后也不会到1万4以下 那也是算准哦 我们每年都这样论 ok 然后那个就是之前论说台股 不会低于8000啊 那会到1万5 我们每年都是公开的做这个 那等一下要请您讲一下2022年 2021已经过去了 那其实我很多选生就问我说 老师那我要怎么买股票 那其实我会跟大家讲说 我能够做的事情喔 就好像告诉你说台风要来了 那台风要来的这件事情呢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台风来了 你到底要买哪一支股票 是 因为还是要靠专业 ok 因为台风来的可能 那个 譬如说卖工具机的 因为可能 那个他需要修理还是什么 他会长老 那这个要靠专业 那我们看的是一个 大的区块 他可以怎么做 你没有办法告诉他 到底要买哪一档 对 那个要专业 那要专业 对 就好像我的医生觉得 我可能会有糖尿病 他会介绍我去看糖尿病医生 他不会一直疑我 所以大家 千万不要把紫微斗数想到说 可以预测个股漲跌 我常会被人家这样问 他会觉得很厉害啊 就是当大家在喊多少 我说不不不放心 他不会超过到哪里 像 那个 我前几个月的 我自己的频道上一直讲说 那个 台股不可能到1万9 因为有些人喊1万9 我说绝对不会过1万9 大概1万8000左右差不多了 那就现在差不多是这样 那 我要提的是说 我们会帮大家这样问 可是其实这中间 有很大一个区段 其实事实上是 我们在看到盘上面 当大家集体医师要做什么的时候 对 我们就决定出市场 哦 众人意志的 对众人意志 生命共同体 对生命共同体 当大家都看错的时候 股市就暴跌了 对 就像最近 对 很多人都闹得很惨 这也是一个集体医师 对 是 等大家都狂杀的时候 对 对 我们上次常常讲说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跟财经的预测 其实很像 是 也很像 但只是说大家很难理性的 去做这种判断 对了 我觉得是殊途同归了 对 对 对 基本上我觉得像紫微斗数啊 或是说各种命理学 或是说西方的星座 对 你如果太功利主义取向的 对 往往都不会准 对 没错 就是说你把这些 这些事情呢 就是说你太 认为说 我就是要用这个紫微斗数来 来算股市 或是算个股 是 那我觉得都不太会准 对 其实这个就好像 就我们刚刚说的 你这中间会夹杂 你个人的情感跟意识在里面 出发点的问题 出发点的问题 但你如果夹了很多自己的情绪在里面 对 你那预测都是失效的 没错 所以说 他其实不是让你去功利主义的 对 他应该是利他而非利己的 对 像紫微我所了解 就是 远古时代所创造出来 这样的推论的方式 他其实是为了众生 对 如果你是出发点 从众生的角度考量的话 他其实 我觉得就有一定的出发点 对 好 那请教大根老师 如果说从众生的角度 从出发点的角度 你刚刚讲说 其实 这个大家共同的意志 或者方向 往往会决定了这个大事 对 那今年的大事会是什么 就是2022年嘛 对 对 以财经来讲 当然会有几个点 就是说 呃 我们今年是一个大家会 因为 两年的疫情过去了 对 然后呢 折折是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每年 他除了一般我们知道的这种 本命盘之外 他会有那种每年在运行的流年盘 然后这个是环境会对我们人的影响 对 然后也就是环境会影响了我们 大家会决定要去做什么事情 嗯 所以就好像疫情来了 那我们不能出国 我们就会决定 因为环境影响了 我们想要在国内旅游 那国内旅游就会比较好 对 他会有这样的概念 那 2022年来讲的话 我们等于闷了两年 嗯 这两年是一个大家会 呃 不管你之前那个公司好不好 或是工作好不好 你已经开始沉浸一下 你会希望认真努力的 好好打拼了一个时间点 OK 对 那就会是一个大家 会很认真的审视说 我过去两年做的事情 到底对不对 那今年我要重新开始努力 好 对 这个其实也蛮贴近 现在目前的状况 股市不好玩了 所以大家要回归本业 努力工作 因为太高 对对对 去年大家都当当充客 对对对对 这个 40%的成交量是当充来的 对 把台股充到了90兆的成交量 真的吓死人95兆 贵买充到20兆的成交量 都是比前一年 快要double爆量的一个情况 那今年看起来很不好充 大家会死心啦 回归本业 哈哈哈 有道理 我们这些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子维老师 子维抖数的专家 大根老师 大根老师 在时报出版出了 第四本有关子维的书 叫子维攻略财富4 这本我现在手上拿了 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本书 大根老师有很多的 有关子维方面的 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那当然 书我们等一下再来介绍 您这本书跟其他三 没有什么不同 那这边当然我们观众朋友 我们听众朋友 可能很想要知道说 大根老师 今年如果从公众的角度 来出发 利生的 利大众的 而非利己的角度 来出发的话 我们从子维上 我们可以推论到 今年的产业变化如何 或是说今年你刚刚讲说 以加权值来讲 高低点您的 这个 所算出来的情况是如何 今年 因为整体环境来说 今年是一个 大家努力奋斗的一面 那因为用 用子维的术语来讲 它就是五曲画迹 那但实际上呢 另外一个点 它是天良化禄 指的是说 努力奋斗而老天庇佑 天良化禄 天良化禄 天良是一颗什么星 天良是一个 一个宗教跟老天庇佑的星药 是一颗好的星药 对就是说你努力 就会得到老天庇佑 OK 所以它是化禄 禄就是财富 对是财富 所以天良化禄的话 老天会给你财富 只要努力的人 然后会有所得 对对对 而且这个努力是什么 因为它是五曲画迹 所以它是 五曲的这个星 就是一个 勤奋奋斗的一颗星药 五曲也是一个勤奋奋斗星 对勤奋奋斗的星药 化迹是 化迹就是空缺 我觉得我要很努力的 这样去做 来弥补我那个空缺 所以老天会 给予与努力奋斗的人得到保障 好 今年是一个努力的年 对努力的年 那反应在产业面上面就是说 过去很多那一种 它很专精在某一些专业技术上面 或者是特殊的技术上面的那一些 好像听起来也许传统的这些产业 今年应该都会很不错 船产 对船产 但是它是必须要有专业技术的 就是要有利基的 对对对对 那它今年应该都很不错 那不好的问题是什么 还有就是医药类的 医药类 对生计医药类 生计医药类的 但是这个还是要 因为它都要很认真努力 对 所以那个生计医药类不能是那种 只是要做做学民药 或是只是要炒短线的这种的不行 OK 就不是没有EPS的 对对 这个公司药能赚钱 还是也要有技术 对就是要很认真的那一种 这两个类也可以 那另外呢 比较需要 大家需要观望的 或者担心的 是 当然你说像台积电 它还是会很好 可是它那么高的点 是不是你还值得去买 这是一个考量 那另外 我们去年很热的那些航运股 对 其实也都需要 它们有点机会才的味道 对那个就是机会才 因为它们 它们是实际上 航运在这一两年瞬间赚了 它过去十年二十年的钱 所以这个是机会才 OK 所以明年都是这种 努力的扎实的 然后本来就有落了根基的 这些的 不然人也好 产业也好 OK 今年 2020年是讲农历年 对 那 如果说对照航运的话 那去年从紫薇上面 我们排出来的情况 有什么样可以印证去年航运很好呢 去年 去年其实是一个 文昌画季的年 文昌指的是笔墨跟文书跟合约 对 文昌星嘛 对文昌星 对我们班知道的文昌星 那你看 我们刚刚讲了嘛 它是个空缺嘛 对不对 所以去年呢 能够赚钱的啊 都是那种跟过去啊 不一样的 或违约的状态 对 那去年航运 一军突起 一军突起的 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去年航运的情况是完全 刚转前面二三十年 对对对对 钢铁也是啊 对钢铁也是啊 很多穿产 都是那种 以前你觉得不对的那一 不是那些 去年都翻起来 好 所以今年就没有了 今年会回归 OK 那今年还有什么样 从命盘上看到的重点呢 你刚刚讲到的说 像舞曲画迹啦 然后天良画路啦 还有什么重点 对 呃还有一个就是啊 呃 今年会是一个 大家会很希望想要创业的 就像小公司 个人的 想要自己 想要自己要奋斗一下 当老板 当老板奋斗一下的 然后 代表现在老板 哈哈哈哈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呃 呃产业的一些龙头今年 应该都会有扩张的趋势 OK 更加资本资出 对对对 这个事情 因为其实我们算讲说是 农历过年后 可是 呃 平常如果有看我频道 就知道说 应该是在今年的 就应该是2021年的12月 嗯 其实 22年的事情就开始影响了 OK 那个 最近一个新闻 微软把那个暴削买下来 对对对 对 其实就这个是 六百多 七亿美金 对对对对 对没错没错 就是这些 嗯 这个叫指挥画圈 这是行业内那个金光闪闪的那个龙头 对 各行业哦 各行业哦 在 22年都会有这种扩张的趋势 好 抢地盘扩张的趋势 OK 您这本书 嗯 嗯 第四本嘛 对 那跟前面三本有什么不同 嗯 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 前面哦 比较是 就是学习型的 整套都在学指挥斗数 那 呃 就是因为我们每年的那个趋势预测的关系 所以得到很多网友觉得 那老师是不是可以单纯的来讲一下财运 嗯 所以这本是专门讲财运的 OK 而且就是讲个人的财运 OK 对 就是让你知道说你去做什么事情 对你来讲 比较可以事半而功倍 OK 那如果从命盘上面 我们怎么去看出自己的财运好不好 嗯 是要看什么工位 财博工吗 基本上是看财博工 可是 这里面书里面 一般还要看对角嘛 对要看对角 所以其实这书里面 据我粗浅的理解 这样算是 这样子已经算是 有内行的理解了 不敢当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老师的等级 他都只会看财博工 所以我们这里面就讲了很大重点 要福德工 要看对面的福德工 因为个人能不能够 赚到好的钱财 赚起来 不会那么辛苦 其实要看你的福报跟运气好不好 那财博工 今年什么星座位的话 会是比较好的 今年很让人压抑 其实今年应该是 五曲星的会是不错的 哦 五曲星在财博工 对五曲星的会是不错的 贪狼星的会是不错的 贪狼 对那福德工 然后福德工的话 基本上贪狼的啦 然后无曲的啦 然后天良的 天良是老天在送钱给你们 福德工是我们 怎么钱怎么来的嘛 所以天良星如果在福德工 也会相当不错 这样很轻松 那大家怎么知道自己的指挥命工呢 就是指挥盘要怎么 我们只要去那个 因为现在有很多排版软件 Apple下载就可以了 OK 可是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点怎么办 复杂一点的就是民国60年以后的去护震机关调都有 真的 对对真的真的真的 不好意思我55年了 我问我妈我几点出生 她说她忘了我真的是有点火大 你怎么会忘记自己的儿子直接出生 好啦 那我拍过我的指挥盘 我的命工是 我应该讲我个人 藉由你一点自己逃家坡的时间 我这种杀破狼格局的人 今年要注意什么 你的七杀在哪边 忘记了 但是我的命工应该是破军跟贪狼 它不会同时存在 不是破军跟贪狼 但是没有关系 对 我们也可以马上帮你看一下 就是啊 今年 你今年应该会有其他的事业发展 是吗 对 就是而且是增加出来的 OK 不是不要这边喔 是增加出来的 绝对不可能不要这边 这个很敏感 绝对不可能 会有机会增加出来 OK 对 增加好了 OK 那我去开办电视台好了 好 这个看NCE 会不会给我另外一张纸照 好啦 今天这个非常高兴能在 马上要大过年的 请到大根老师来借他的新书 同时告诉大家 今年 从此会看到的大事方向是什么 提供我们天文用参考囉 谢谢大根老师 谢谢 新年快乐